今天第一個動作LegPlace 是針對失明下半身的肌耐力去做訓練 重量從60公斤 慢慢到80公斤 強化它的層大肌 骨子頭肌 然後搭配寬外掌 強化層中肌的力量 有助於往後下半身的運動表現 最後 比較針對減脂 選擇用滑船機 充分發揮背肌與核心的力量 達到有效剪輯 也透過滑船機的數據 更激勵思擬 一刻不能鬆懈 允許的部分 近期的他一直努力配合 盡量照著教練給的建議 做些調整 極度看著他想放棄很疲累的模樣 我們仍然給予鼓勵 畢竟他還在努力的路上 加油 大家好 今天上了教練課 然後訓練了一個新的器材 是華春希 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從之前都還沒有體驗過 那我覺得他讓我的心肺有瞬間的到很喘 很明顯的喘過 然後運動完下來的感覺 也不會到就是很討人夜裡 雖然還是有累到 希望可以繼續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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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